朋友们我回来了 今天我要按一个呢不是小东西 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最近就是因为我在北京 没有住酒店 因为我觉得住酒店住久了 就是没有那种家的感觉 所以我就在爱比营上面租了房子 所以我想要分享一下租爱比营的经验吧 反正就是我会自己上网看 然后这已经是我在整个暑假租的第二个Airbnb了 然后这Airbnb呢是跟之前我选的风格不太一样 就是它是比较多颜色碰撞的这种 就是它比较复古风 然后之前我的就是比较简约风的 然后带你们看看吧 它就是整体的颜色比较复古一点 就很可爱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大的投影瓶 就我之前上网看就是看到这个 所以才决定要租在这里的 然后整体颜色就是比较 要丰富一点 然后呢爱比营这个东西就是我时常会看 然后我不是想要去冰岛什么的嘛 然后我就会看比如他们有就是城堡的房子呀 或者是什么在森林里面啊 所以我是觉得还挺靠谱的吧 然后冰箱里 冰箱里就是房东也会放一些饮料什么的 然后因为我是要走了 所以这些零食已经被吃得乱七八糟了 然后还有就是房东的东西 然后就房东还挺贴心的就有给我就是洗发水呀润发什么的 然后就还有花花 嗯怎么说呢就是我第一次安利这个民宿什么之类的 然后如果之后你们对这个话题 不是对对这个民宿感兴趣的话 我每一次租房子呀或者Airbnb我就可以分享给你们 好啦那我要去机场了 拜拜